面横裂非常严重 这样罕见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第一就是说他家里有没有遗传因素 第二个原因就是在配胎过程当中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干扰 这个认诚期间尤其是第三周到第七周的时候 有没有过重的起地劳动造成的 或者是血流流产或者是不血流产 或者是发现了或进行保胎的这种 咱回想一下康康的父母爷爷奶奶长得都很正常 甚至可以算是眉情目秀了 这么看来遗传这个因素可以排除了吧 据康康妈回忆在怀小康康两个多月的时候 她在一家电子元件厂加班 因为过度劳累差点流产 后来为了保胎 她就再也没去上过班 那借这个机会 在这儿呢 老王先给刚怀孕的准妈妈们提个醒 您可千万注意了 大夫讲了 怀孕第三周到第七周 尽量别干重体力劳动 这可是个关键的时候 即便有活让男人去做 病因到底是什么还真难以确定 接下来就在医生研究治疗方案的时候 康康妈妈发现 孩子有些不对劲了 现在她指着这边 也看指着这里的 她已经慢慢地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那么她这种的心理 在她的心里慢慢地自信 对小孩的心理健康是非常不一样的 原来小康康长大了 开始有自我意识 在大家异样的眼神里 她似懂非懂地看出来 自己和别人长得不一样 虽然小家伙没有任何表情 不哭不闹 但是家长知道 再这样拖下去 迟早有一天 她会读懂周围的人看她的眼神 好动死孩子的千辛 一岁多 她就 就不情地在这儿动啊 因为你给她一些做些动作啊 拿着玩具去兜她 她就朝你的声音啊 朝你的玩具方面就过来了 抓玩具啊 或抓你的钢笔啊 等等 所以这个判断她的智力是没问题 经过一番评测 专家们认定 小康康的智力没问题 就是身体太瘦弱 一直吃不好饭 营养不良的她 能承受得了这种手术吗 麻醉是全麻 而且要气管杀管全麻 因为它本身就比较小 有麻醉的困难 手术呢 也需要时间 医生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可能面临的问题 一一摆在了康康家人的面前 为了孩子能和正常人一样 父母 没得选了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尽量的把两侧的列席 封刺 关闭 为什么要封刺呢 你一次